就一定都对 在历史上我们发现 很多当时的坚持是对的 可是之后证明不符合圣经的 如果我们用错误的神学 来跟心理学做整合 会出事的 会造成很多的错误的 所以我们要先很严谨的 先来反省我们的神学 我们的神学是不是都符合圣经 我们再来跟今天当代的心理学 在谈整合的时候 我们比较准确 所以在这课程当中 准确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在这里要来谈 神学与心理学的整合 那为什么神学与心理学的整合 假如我今天跟末传道有过节 有误会 有一个心结 我要跟他坐下来谈一谈话 那个叫整合 沟通 也就是说心理学 它是很新鲜的一门学问 他跟基督教遇到的时候 哎呀就好像不太 好像没有太大的默契 常常就对立了 冲突了 所以今天我们才要谈整合 不然没有这门课了 那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个字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 首先我们先来讲这里的神学 当然我们比较狭义的讲 写的是我们基督教的神学 那不是佛教的佛学 也不是东正教的神学 也不是天主教的神学 当然我们在这里 我们先一个先决的条件 我们讲的神学 是属于基督教的神学 可是看到邓兄姐 大家都在抄 我这个PowerPoint可以给大家的 那当然大家电脑不一定说都熟悉 到时候 因为我当时做的时候没有注意 我应该先可以有讲义 那因为今天比较来不及 下个礼拜我会也有纸张的 纸张的讲义 但是这个USB 这个PowerPoint的部分 我也会给大家 那大家也比较方便看 那大家应该还看清楚了 我的字体改用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基督教神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等于是我们的一个认定 它是上帝的特别启示 就是神的话 就是圣经 这个是没得解释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不管跟物理学整合 所有科学的整合 艺术的整合 圣经都可以整合 因为所有的学问来源都在上帝 那我们有一个先决的认定 神的启示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特别启示 一个是一般启示 特别启示 就是上帝给他的血名 以色列名的这本圣经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 是上帝的特别启示 那一般启示 可以在自然界找到 有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物理化学 它通通都是 所以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先决的认定 我们必须要从上帝的特别启示出发 来思想神学 不然在教会历史上 神学很混乱 甚至有人说 那个是所谓的新派 叫不姓派 他也叫神学 有一个牧者 有一个牧者到欧洲去宣教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好大的教堂 教堂真的是盖得碧绿辉煌 可是他那个礼拜天的讲题是什么 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有一个神死神学 他是教会 他是讲神学 可是他的神学没有上帝 说上帝死了 因为人长大了 人醒悟过来了 人觉醒了 所以神学也是很混乱的 那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只拥护传统 我们所谓的传统应该是说 准确讲道头 我们只根据圣经 这就是我们今天新教 我们基督教 从天主教出来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立场 所以我们基督教叫新教 其实新这个字 也不太准确 因为对旧教来讲 对天主教来讲 好像他是旧的 历史上来看 他是旧的 我们是新的 可是从整个圣经来看 我们是恢复 恢复到起初上帝给我的 特别启示的那个立场 所以当时基督教也叫 更正教 或叫四反教 那四反教不好 好像一定要跟天主教做对一样 那更正教好像对的是修正 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偏差 这个是对的 那我觉得最好的 我个人的领受 主观的领受 我们叫归正 当然有一个教派叫归正 有一个神学官叫归正神学 唐崇楼牧师做代表的 就回到起初上帝启示的这本圣经 不受时空的限制 不受他的影响 这个这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整合 我们先要有一个基本的 一个基本功 我要站个稳 就是说我的神学官 是从圣经里面找得到根据的 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 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 没有冲突 才能形成教义 神学不一定都是真理哦 神学是人在读圣经的时候 所得到的亮光 当然亮光有的是出于神的 可是有时候是出于自己的以为 就经不起圣经的检验 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讲很多 因为这个课程要请教务长来讲 那今天我们就是先点到为止 先重点抓到 先把我们的神学做一个地毯式的认识 我们再来谈心理学 将来就一个一个谈 从每一个学派我们要来做比较 如果我们神学没有根基 我们神学没有立场 所有谈的整合都会乱掉 所以今天我们心愿好像经过了两千年 但是我们是更补偿心的 因为我们不受时空限制的 那是真理 当然是不可改变 所以它一定要准确 而且有实践性 但我们刚刚讲到在实况当中 在两千年教会的历史的走向的里面 我们却发现有时候妥协了 有时候呼吸了 有时候无所谓了 我很怕将来同性恋 教会也慢慢接纳 这看以后我们有机会讲 所以实际的情况里面 它其实还是很混乱的 所以今天我们再讲这个整合 先把我们的神学观建立起来 那刚刚讲到是 我们对神学一个初步的认识 那今天讲心理学 那心理学它也是一个很新兴的一门学科 心理学整个的发展也不过就这几百年 不长的时间 照理说跟我们基督教的神学 基督教也发展了至少两千年 从耶稣以来两千年 一个几百年的 两百年的 三百年不到的 一个新兴的心理学 怎么跟神学好像就对立起来 一开始就有严重的冲突 照理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但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对立 甚至仇恨 甚至攻击对方 不管是从心理学来看基督教 还是从基督教的立场看心理学 认为那是撒旦的学问 会有这样一个认为的 那现在还是有 坊间我们到书房 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到 有一些牧者对心理学 更痛恨欲绝 但有的心理学家 看到你们基督徒 你们真的是盲目啊 你们真的是没有现代的这种观念 一个冲突 很强烈的一个对立 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整合 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我们如何抓到神的心意 首先有一个我们要来确认 心理学是不是上帝给了一般启示 好像物理 好像化学 物理在人类历史上也曾经冲突过 天文学也跟神学冲突过 不然不会有把那些哥白尼啊 谁啊大为异端 后来慢慢的我们也接纳了 所以今天一天 我们到下一周 我们用两周的时间 我们把我们的神学 概括的走一遍 之后的六次 我们一共大概有八次上课的时间 后面的六周 我们就是从每一个心理学 现代心理学的流派 他的发展 他的背景 到他的整个里面心理或智商的强调 跟心理学有哪些冲突 有哪一些是可以来合作做整合 有哪一些是我们坚持的立场 是不能谈的 这个我们就一个一个要来检验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神学的发展有没有错 我们从圣经我们从历史看有 犯了好多的错误 那心理学是不是就是魔鬼的学问 一无是处也不是 那我们现在的立场 是教会的立场 或我们个人在座每一个人的立场 我们是反心理学 我们还是接纳心理学 无条件接纳 我们还是责装主义 或才一个妥协的立场 我们今天整合的立场是什么 从零到一百 我们的接纳整合度是多少 这个是我们也要来思想的 那另外我们也思想 心理学到底能不能被整合 还是我们被他整合 是我们整合了心理学 就很像基督信仰整合了科学 整合了艺术 整合了文化 都成为上帝所要给人的学问 这个我们所有的学问 都在上帝的智慧里面 所以我们说有一般启示 特别启示 前面讲一般启示 是讲到旧温的部分 其实我对神学有一个基本定义 如果我稍微检略的讲 就是第一个神学是什么 就学神 第一个神学 我们不会讲到外面 多少的智慧 而是说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 所以我对神的认识的那个神学 是我要恢复神在我生命当中 赋予的形象样式 我简单的做一个定义 那个形象指的是什么 就是指有神的圣洁 慈爱公义 我的神的样式就是恢复 我们有祭司身份 我们有先知身份 还有君王身份 这个我今天没办法多讲 所以第一个我的神学定义 是学神 这是一个灵修神学的部分 第二个定义是使能得救的学问 这个叫步道神学 今天我如何把神的话 带到人的面前 圣灵感动他接受耶稣做救主 所以我认为神学 我的定义是使能得救的学问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学问 可以让人家得救的 我跟他讲物理 讲化学 讲数学 讲天文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所有的学问 可以让他过好日子 也许可以让他发财 申请个专利 可以让他觉得被世人赞叹 他是伟大的某某什么家 或者受世人警战 发现了什么新的道理 但是他不能让人家得救的 他只能让人家过一个有文明的 文化的好日子 他不会让我们得救 而真正使能得救的学问 只有在神的话里面 所以这个神学是不得了的 而且神学是众学问之母 在中古世纪的时候 所有的学问 都是从神学下来的 我们讲哲学 哲学从神学下来的 一直到科学 整个的发展 今天我们大学毕业了 穿博士袍 学士袍 硕士袍 博士袍 幼稚园都有 那个怎么来的 那个是早年的修道院 修道院的修士袍 修士袍慢慢演变了 因为所有的大学 都是修道院开始的 不管是剑桥 哈佛 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这样的研格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心理学 它是被整合的 还是我们被整合 这里面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的信仰 它是一个特别启示的信仰 那其他所有的学问 如果它是从神来的 它应该是一般启示的部分 而神的特别启示 跟一般启示 照理说是不冲突的 都是从神来的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 如果一般启示是从神来的 而特别启示 讲到圣经 也是从神来的 那神的学问 基本上是融合的 一般启示跟特别启示 两个不会冲突才对 两个是合而为一 至少是一般启示 见证了特别启示 这个我们有了解 因为我们讲 应该都读过一些神学的 一些概念 那我们来看 今天物理化学天文学 这些一般启示 跟基督信仰在过去这两千年来 我们从新约的发展来看 整合的还不错 虽然有一些冲突 矛盾的地方 例如说在启蒙运动的时代 跟信仰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当时教会是腐败的 教会是黑暗时期 我讲的那个教会 是还在天主教的阶段 不是 天主教的阶段 所以他们是堕落的 有一个无上的权力 甚至认为 这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这是当时科学家 彪白明提出 说太阳是我们 这个太阳系的一个核心 地球是绕着旁边 绕着一个行星而已 哇 可是教会讲了一个 几乎是真理的话 地球是宇宙的核心 可是我们翻遍圣经 我们没有找到这节经文 可是这节经文 让人家被基督教恨之欲绝 误会的基督教 所以科学家不信耶稣 不信基督教 是有他的一定的原因 因为我们拿错误的教义 当成真理来压迫人 甚至要把他打为异端 要把他烧死 这是当时教会犯的 非常严重的错误 这是我们都会看到 最早期一些科学家 他们是客观的 研究天象的变化 不是占星 那些科学的立场 他们发现的一些道理之后 教会不接纳 教会陷入到一种错误的 自我为中心的 他自己说的就算的那个真理 所以这好可怕 所以感谢主 今天我们跟正教出来了 或者我们比较归正的 这群基督徒出来了 我们就恢复到 起初神给我们圣经的 真理的立场 所以当时叫达公教会 就是天主教 那他们就定这些为异端 那这些坚持的人 就会被火烧死 这是当时教会 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所在 但之后啊 教会向上帝悔改了 向人人自欠了 那这表示人为的神学 有可能是错的 有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甚至变成杀人的 神学会杀人的 神学会杀人的 尤其神学结合了 无上的权力之后 要以死就死啊 感谢主今天 教会好像软弱了一点 但我们没有陷入到 另外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我说了算 我是如何 当时教皇的一句话 就是真理 这是我们今天反对的 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的 墓会 我们应该是保罗的劝目 我认为 墓会观是什么 我的墓会观 是保罗的墓会观念 就是一种劝慰神学 今天我也很担心 有些教会 墓者觉得我在墓会 所以什么都听我的 以我为中心 小徒教会最容易 发展成这种状况 你知道 灵恩派的这个教会 牧师讲的算 牧师讲的就是权威 错 圣经讲的是同感一灵 圣经讲的 你看保罗说 我在以主的慈悲劝你们 我在主里劝你们 保罗讲的话当然是对的 可是他不敢说 你这是order 这是命令 你不然如何 不然就怎样 没有 保罗用神的爱去做挽回的 所以天主教犯的错 我们不能再犯 可是我担心 好像这个部分 跟心理学不是太多的 但是我要说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部分 不然今天很多的教会 变成小天主教会 每一个都是教皇 每一个都教皇 我见过一个很极端的教会 连会友谈恋爱的对象 如果不是教会 因为自己人他都反对 他只能在教会里面结婚 别的教会都不行 甚至更早期 我这个年代 我这个年数 岁数 我没有经历到 可能